晚安 早上 晚安 小容啊 你昨天晚上 什麼 趕文件 你等等 你等等 喂 喂 Jerry我們一塊雨吃飯吧 過了謝謝 我把這檔看完 好吧 那我猜走了 嗯 诶诶诶 你到底晚上去哪儿了 呃 威练还在等我 以后再说了 这个 我记得都有错笔子在后面 喂 姐 怎么样让你去哪儿了 一晚上没回来 我们打电话还关机 啊 没什么 我现在忙死了 回头再说啊 这些人都怎么回事 哈哈哈 你是 谢谢啊 你是谁啊 走错门了吧 这是我知道我能做错吗 姐 你认识她吗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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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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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he Athena 造个童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过一篇文章叫每个人的柜子里都有一句骷髅 今天你的骷髅也破跪而出了 那骷髅说他是你老公 以前做出来的荒唐事啊还是成了一笔糊涂账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我妈知道吗 我妈要是知道我还能安安稳稳地活到现在啊 你要保守秘密 那你是在国外留学时候结的吧 所以呢不能找ABC 目标暴露得太容易了 一看就是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做出来的混蛋事 闪婚闪迷 闪婚 闪婚 没礼 那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那个时候跟几个朋友去拉斯布加斯玩 我喝醉了 酒醒之后就变成已婚女人了 果然二十四小时办理结婚手续的地方还是不好 那你什么时候结的 前年圣诞 本来只是几个朋友去狂欢 我酒醒之后 发现桌子上的结婚证事 我当时都吓傻了 然后我一个人跑回纽约 我一个人一整天都是懵的 就是觉得饿 一口气吃了五个汉堡 然后倒头就睡睡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明晨醒来 我就把拔掉的电话 电话线给插上 发现艾瑞克给我留了两百多条留言 吓得我又把电话线给拔了 他不在纽约吗 不在 他住西海岸 我们原来只是朋友 他可能还是喜欢我吧 但是那时候 我真有了蒙我喜欢的人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 我终于鼓起勇气给艾瑞克打电话 说离婚的事 他反应特别激烈 他说他很爱我 相信我们俩能好好地生活在一起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说 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等我下班的时候 他在我们家楼梯那坐着等我 然后他睡沙发 我睡床 每天醒来 说话不超过五句 基本上就是 你吃什么呀 给你多菜 我去洗澡了 我去睡觉了 好 就这样 过了一个月 我上次知道这事 你上次 弗安克 他怎么会知道呢 反正就是知道了 他去找艾瑞克谈 可是艾瑞克很固执 他答应给艾瑞克一笔钱 每个月打到他账上 最后 艾瑞克终于同眼离婚 早知道我和卓元也不分手 须把婚给结了 没准弗安克 还要赡养他下班辈子呢 姐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 你做梦去吧 你不就这样吗 我那是特殊情况 那有多特殊啊 你还听不听啊 听不听 那就别打岔 爸 后来 他就拿着艾瑞克签完字的 离婚协议书来找我 我发现 我怀孕了 你连孩子都有了 我去医院检查 确实还了孩子 我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可能也是我没在那个协议上 签字的原因吧 因为我不想这孩子生出来没有爸爸 可是我又受不了那些为了感情的煎熬 我就生了孩子 回国工作了 那他现在来干嘛呀 谈判了 有的 你吃饭了 现在还要快去 比许多 是 有的 但是 他肯定是 不是 水 可又长高了 你是有一个很美满家庭的 我们一直在哪里 我原来决定要放弃的 现在 也不准备我拿回来 这些年你可能找到了新的男朋友 你把过去丢在你新生活的背后 可是我 每天生活在以前的生活中 我甚至看个新闻 偶尔还会看到我们 原来结婚的视频 Erika长得越来越很像你 你告诉我 我的生活又怎么继续 我不知道 Erika 自己的内心 只有自己最了解 没有任何人 能帮助你做任何决定的 很好 我也会一大早一醒来 觉得日子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的 于是我就做了指定 希望你这个决定 不是让我跟你一起回去 这是选上一 可是你拒绝了 我不能强迫你上飞机 我跟任何一个美国人一样 我相信那些尊重自我选择的说法 你如果不想跟我一起回美国 那我们就离婚 Erika的抚养权归你 新生活的诱惑 对每个人有那么强烈 我也不例外 其实这个决定 我们两个 早就有一个人要做出的 我为我的软弱和逃避道歉 给我两天时间 我给Erika准备一些东西 准备完了之后 我跟你一起回美国 好 这个决定一下啊 我整个人都轻松了 我就要有一个 说鸟语的侄女了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见你的 为什么 你那么二百五 会残害下一代的 你别忘了 公关界盛传 我是个天才 创意部人人都是天才 这本来就是个谎言 这话好像何老师也说过 那当然 何老师是多么聪明的人 如果法律规定 必须要追新的话 我就追他 有时候啊 我真挺羡慕你的 这么一个二百五 竟然能有跟何老师 单独相处的机会 吕孝强 你就是运气太好了 你看你姐我 喝了一顿酒 孩子就蹦出来了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我心里啊 那么爱阿瑞卡 我一想到她要来 就特别地兴奋 今天去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同事 都那么可爱 这就是传说中做母亲的喜悦吧 搬回来 这边还是不好看 算了还是右边吧 这边 算了还是这边吧 好 来来 姐 都三次了 左边右边日照都一样 不会妨碍你的小花狗生长的 可是右边太阳会晒 还是开会热的 还是左边吧 来 来 来 刚才你说左边不好看来着 对啊 我怎么会让她觉得有一个品味这么古怪的妈妈呢 她迟早会发现你是一个把垃圾放透 放到发霉才会扔出去的 超级烂腾满满 我会改的 不知道今天早上是谁捏着鼻子鬼嚎着 让我去掉这垃圾 反正有你嘛 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清洁大使 大姐 大姐 我也是要嫁人的 你总不能让我陪着你们母女哪一辈子 变成老太婆吧 你就是结婚啊 也得给我住在隔壁 得了吧你 还办不办了 办办办 左边 定了 定了 左边啊 姐 对不起 家里 我没有想家里那么爱Erika了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啊 是清醒和理智的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后悔把Erika还给我了吧 你是不是iennent了 他就知道我哪有什么交给你 我们是个体调了 你 libro的 我也是个搭桃 因此你自己能够了 你自己在她的手上 也不正确 可以了 你为什么呢 要有所调了 Erika已经查过 不可能的 他怎么会死呢 怎么会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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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怎么会死呢 不会的 你别怕我 你别怕我 都怪你 你怕怎么会死呢 好好的怎么会死呢 都是你不 我不想你都会死呢 好好的 少傻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根本没有想到 你会这样答应我 这么伤快呢 我是他妈妈 为什么要骗我 不早告诉我 还骗我 说他长高了 我失去了他 他救不上再失去你 他是连接我们两个的唯一纽带 要是没有他 两年前我们就离婚了 他最初开始生病的时候 我每天给你发邮件 我每天认识的 他最新的病变情况 不过你从来没有回过 我想你可能 把我放在黑名单 我本来已经决定忘了你 重新生活 可是那段时间 我天天收在他的床前 我天天收在他的床前 他睡觉的样子很像你 我看着他又伤吃了你 我看着他又伤吃了你 我之前说的那些话 一般是谎言 一般是气话 对不起 阿里巴 阿里巴 谢谢你 陪他最后的日子 那我是他爸爸 还有一件事 我要跟你说一下 弗兰克先生不是 每个月寄给我一张支票吗 可是这个月我收到了两张支票 一张支票上的钱比钱多了三倍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两张支票都是从女儿提过来的 一张支票 签的字很明显是另一个人签的 阿里巴 阿不 我觉得很奇怪 我打电话问了银行 他们说 没有记错 我后来又 收到了一个包裹 包裹里面 是你在中国这两年 全部的相细资料 相细到你每天去什么地方吃饭 到每个月去什么发行部做头发 都精彩 这才是我来到这里正式的目的 我想你应该知道 发生了这一切 我今天要回美国 送你这个纪念 是一个见面的礼物 应该早就给你了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对 是 欸,Tracy,What's up,This is Yuen Wanna come out for a drink? What? Still sleeping Come on,It's already afternoon,Rise and Shine,Girl Hangover Alright,Forget it Bye Moshioshi,Shuehze desu ka? Ah,Oh,Hago gozaimasu 猜看我是誰 Watashi wa Zuo yuen desu Zuo yuen Oboiteimasu ka? 就在大學的時候 你讓班上當了一年的交換學生 就那個吃壽司會肚子痛的Zuo yuen 記得嗎 記得嗎 要不要結婚咖啡 你老公不答應 你結婚多久了 五年 我們有那麼久沒聯絡嗎 你只有兩個孩子呢 好 沒關係 你繼續餵奶吧 Sana Sana 喂 請問顧菲菲在嗎 你好 我是卓元 記得嗎 就我們小學四年級同班的嘛 今天就是 老外男的鋼筆 戳人家屁股那個刺客卓元 對 記得嗎 沒有 好久沒有當刺客了 要不要一起吃個飯 好 好 好 不見不慎 拜拜 搞定 真丟臉 請你遠離我表姐 好 少少把F77的資料帶到發行部去 好 小柔 去哪兒啊 不是還有一小時才下班嗎 見個客戶 好了不輸了趕時間 欠人吧 你見客戶的時候 我從來不穿平底鞋 只有趕時間的時候才穿 你還是去送你的資料吧 劉淳小姐 你心裡有鬼的時候都這表情 是不是優惠啊 給誰啊 我說李孝孝 你怎麼康幸劉淳墨不久 就跟染人似的呢 好了不說了走了 好 好 時間正在二樓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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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們了 求你們了給我一次機會 我再也不敢了 我求你們了 求你們了 求你們放過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求你們給我一次機會吧 你怎麼在這裡趕緊離開 今天你看到的所有的事情 你不能跟任何人說起 以後你不要一個人來這裡 什麼意思 你以為誰都能來這兒吧 必須得忘記你看到的所有一切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尤其是那些朋友 我再也不敢了 我求你們了 我求你們了 這不是昨天那個男人 他當時下跪難道跟這次肩病有關 他在求誰 誰又會有那樣的勢力 他到底是個什麼地方 你這個小菜鳥 怎麼也學別人擺紅眉眼了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沒什麼好坦白的 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去了一個地方 華庭路十六號 這個挺好吃的 是嗎 我說對笑笑 你還以為我加不少了是嗎 是你說要請客的 現在不讓我吃了是嗎 你去他幹什麼了 什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可我們不是好朋友嗎 但不是什麼秘密都可以分享的 如果你在這樣的話 這頓飯你沒法吃了啊 乾脆 小姐 有您快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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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要不要我抄送一份给时间呀 不要 我知道 你怎么会收到这个 这明明只有我和石先生才知道的呀 石先生 石坚的父亲 难怪你对朱丽叶和石坚的事那么敏感 原来是这样啊 可石坚已经有女朋友了 嫌疑上不是说 只要她有了女朋友 你们的婚约就可以取消吗 你应该高兴啊 不用跟她结婚了 朱丽还不是要正式的女朋友 我看很快就是了吧 吕笑笑 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讨论这两个人的好吗 好好好 我不说他们了 那石坚的父亲是怎么找到你的 我和石先生是与工作关系认识的 但是我还没有进入狼牙 还在一间 像卓妍这样的B级公关公司工作 石先生觉得我人还不错 有一次项目结束之后 她就给我打电话 找我聊了一天 最后 就把这个结婚契约放在我的面前 石先生告诉我她有一个儿子 条件非常优秀 但是至今都没有找过女朋友 而且似乎完全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所以石先生怀疑 她可能不喜欢女人 那个时候我家境不好 又刚刚搬来这里 我记得有一天 我在打扫房间的时候 在墙角发现一只死耗子 我做恶魔做了一个礼拜 但我当时就发誓 我告诉自己 有小人 我再也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了 石先生可以给我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所有关系 作为刚刚踏入公关节的我来说 没有什么比关系更重要的了 所以你就见了 所以你就见了 没有 我也不知道石监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很有可能跟我过一辈子 这一组婚约 压的就是我的一辈子 石先生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 所以安排了一次我和石监的见面 这么说 你跟石监很早以前就认识吗 我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她母亲的接日上 这好像是石先生的工资吧 怎么会是这份量啊 这好像是石先生的工资吧 太劲爆了吧 太劲爆了吧 石上也还有这一面啊 我也简直不敢相信 那天她完全就是一个邋遢的怪人 还有那个奇怪的手帕 有点夸张吧 那到底有多难她呀 后来石先生问我对她儿子的印象 我就只能说 她应该是个天真的人吧 她就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她就笑了 然后我也笑了 然后呢 然后就欠了 再然后呢 再然后我就因为石先生的关系 进入了狼牙 碰到过时间 但是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看到了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 居然就是时间 那天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 墓地的那个时间了 其实我觉得时间条件挺好的 你不妨考虑考虑跟她结婚 我才不要和这种家里又有钱 又爱耍脾气的少爷在一起呢 其实那天我去华庭十六号 就是为了要告诉石先生 石先生现在已经有一个固定交往的对象了 如果小柔见的是石坚她爸 那Frank做中国见的是谁呢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是因为 马嘉丽同学没有说话 凯琳 赶紧跟我们讲个笑话啊 讲一个嘛 小柔 最近忙什么呢 都见不到你人 你不会是在躲着什么吧 最近 项目多 没时间 对 不对啊 最近喜欢只有一个项目吧 服务员 果汁谢谢 我的荣幸 哇 菲菲 今天可以这样你实在是太高兴了 没想到你跟以前一样漂亮 你有没有认错人啊 小学的时候我可是个大胖子啊 男生见到我全都跑了 记忆有时候会被现实扭曲的 因为你现在身材实在是太好了 我已经八年没有吃过一样油炸的东西了 你知不知道当时我多想吃鸡翅嘛 我就让我妈买回来 然后我闻一闻 就让他们全吃掉了 这是惨绝人寰 明灭人性啊 这算什么呀 你知道吗 七英零号 是我吃过最管用的一种减肥药 我吃减肥药的经历啊 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本草纲目了 小柔你跟笑笑换个位置行吗 那小柔 我脖子落枕了 我要跟你说点 说点事 然后那你要坐过来我就 我现在脖子也不过来 你什么时候落枕的呀 刚才开车不还 快 你先换过去 好 换换换换 快快 笑笑快坐快坐 笑笑 你先坐先 坐坐坐 去帮我看见卓远吧 那我干什么呀 你不是之前也看到了吗 你要是不瞎争了 能看见吗 我不看到那就看到了呗 我跟卓远还不能住同一个地球啊 你们装作我看不见我就真看不见了 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 我讲讲 讲讲你们那个神秘人 我们都是好朋友吗 你们神秘人到底是谁啊 你别欺负人家没看见你的神秘人啊 你先说 你们先说 你还有神秘人啊 可不吗 你们刚走不到一分钟 她的神秘人都来了 冉冉 你该不会是背着我们破壶大款吧 我要是帮我大金龟穴 我还能这么抠门吗 能 抠门对你来说你看啊 是一种习惯 一种态度 一种生活方式 你再有前途一样 说啊 你先说 刚才先问你的 我 先先 石头剪子布谁输了先先说 都什么年代了 还是石头剪子布呢 对 吃饭吧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你知道吗 轻盈零号 是我吃过最管用的一种减肥药了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叫零号啊 因为啊 只有美女的身材 才叫零号身材 才叫零号身材 我有点事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我输了二十几斤啊 真的很难以想象 你知道我 零号 不 菲菲 我出去一下 等我啊 嗨 你去哪里 你们先走 我然后让你来 你去哪里 哪里 你去哪里 那个哪里 我的哀母 你不说 我去哪里 哪里 死卓元 臭傢伙 你说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觉得所有的人都变质了 真希望一切都能够重新开始 我看下永远睡已在 正开眼发现 重新回到狼狼 重新遇到他们 重新遇见你 进到电梯里面 正好碰到你跟着工作车 碰到了我 然后原天梯到了一楼 我听了你的话 离开狼狼 小傻瓜 你拿的是照片不是月光宝盒 两个嘴巴笑 怎么脸跟苦瓜一样 我哪有 不说八道 相信我周大爷 人生是没有快进或后退的 再说 我根本不想删除那段记忆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认识你 告诉你个秘密 我发觉 除了马加丽之外 学习最浮的 就是你家楼下的蚊子 我每次去找你 你不出来见我的时候 我就得在外面待个大半夜 然后带着满手满脸 蚊子盯着包子回家 黄凯都会笑我 可无论我怎么去找你 最后都只能得到一头的包 你说 连蚊子都代替你这样狠狠地惩罚我 我就真的那么错误可恕 这是什么 这个 马加勒漂亮吗 漂亮 爱我吗 爱你 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秤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爱是那个地点 那条街 我 什么都怪我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 我们不能够站在一起了 为什么 因为 没有安全感 马加勒 有小柔 也许还有人 能够人的决入到上帝之手里 这其中我包括你们 我真的无法再相信 再去依靠你 就像当初那一样 如果 我要选择终身伴侣 我希望是 每天晚上 都变成要结束 让我睡觉前 看到的最后一个人 每天早上 我醒来以后 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像钻在被子里一样 让我安心 但如果我连睡觉 都觉得头上 有个监视器的话 那我的人生 岂不是太绝望了 还是那个地点的交界 相遇的地点 结束的一切 如果 我和上帝之手 你彻底绝恋了 我和上帝之手 所有 都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